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主角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军灵旭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 是刚刚登陆Steam的一款独立游戏啊 名字叫做循环英雄 Loop Hero 这款游戏呢 目前在Steam上好评如潮啊 好评率高达96% 这是一款 就是Rogelite 加这个地牢冒险的游戏啊 玩家需要在操纵一锣 不断扩充的神秘卡牌 为英勇的英雄 每次独特的冒险循环中 设定敌人建筑和各类地形 同时获取强硬的道具 以供不同职业的英雄们上场杀敌 扩建幸存者的营地 从而进一步的增强 使我们每次在循环中冒险的保障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 也感受这个滴舍提供的这个游戏的试玩码 好我们一起来试玩一下游戏吧 我昨天打了一点点啊 那我们就重新从头给大家重新演示一下 这游戏很小啊 大概只有两 好像不到两百兆啊 天上的星星暗淡下去 一个接着一个 但没有人注意 也没有人能阻止 我要赶去最后的地方 那里希望尚存 我必须快点到达 不然 不然就来不及了 痛苦的身影将很快弥散 世界将被毁灭 哪怕关于它的记忆也会消失 即使根本不可能将世界复原 这游戏就是 像素风啊 也总有人愿意为不可能的事 浮汤蹈火 这里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没有记忆 这是我们的主角啊 勇者啊 我在哪儿 除了这条路似乎别无他物 我的头疼得要裂开了 我只记得空中有个拿着手杖的骷髅 这黑暗就是由他而起 是不是他把周围的东西都毁了 我想在这干站着也没用 这是我们点画面中间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可以在探险和规划模式里切换 我们点击按键的话 就可以更改游戏模式啊 好 当你选成探险的时候 我们的主角就会自动的往前走啊 希望我能在天黑之前 找到个避风的地方 当然前提是这个没有天的地方 还有天黑 你看他就有一个小人啊 在路上会自己走 请留意画面上方 就是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每日进度条 新的敌人往往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 哦 我们就碰到了敌人啊 活着的史莱姆真恶心 嘿 我记得这东西 也许我只需要更新一下我的记忆 一切就会回归正常了 旅行战斗 以及其他大部分的动作呢 都是自动完成的 玩家其实不需要操控啊 OK 这个战斗 他会自动来打怪物啊 OK 吃手空拳可不好打架 我感觉这玩意儿还没有消化的东西里 好像有把武器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捡到了一把武器 也是一个斧头 我们把它填充上 把它给填充到这儿来啊 我记得周围还有小树林 那些真的是我的记忆吗 还是那个史莱姆的 然后战胜敌人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掉落的卡牌 在地图上增加各种新物品 这正是规划模式的目的 将卡牌拖至适当的位置 以回起这个地方 OK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树林拖到这儿来 建立一个新的地形啊 在这个小树林里呢 就是每两 就是在这个画面的右下角 会有这个介绍啊 每两天会生成一只野蜀狼 野蜀狼可以往祥林的地块移动 OK 这时候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天亮了 又出现了新的怪物 OK 这就是那个野蜀狼啊 生命值16 伤害3.42 每秒攻击数0.75 生物有灵魂 啊又赢了 好的 森林蜀狼 让我说着了 情绪压力 几幅五彩缤纷的画面 再加上点身杀腺素 一切都会像噩梦一样被抛到脑后 或者被清晰记起 干 好的 这个翻译很接地气啊 然后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了 通过战斗 你可以获得新的物品和卡牌 一些道具有特殊的技能 正如大部分卡牌一样 将鼠标悬停在道具或者卡牌上方 可以查看其数据 装备一件新武器 并放置一个新的卡牌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武器啊 好像攻击力一般啊 那我们还是把它给装备上吧 好吧 因为它好像有法术伤害 我们把它装上 然后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放置一个新的场景啊 叫做森林 在这个森林里面呢 勇者的攻击速度会加一 好吧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黄色的这个格子里面 我们把它放在这 好嘞 这里又有一个啊 岩石 就是在这个岩石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英雄加两点生命值 而且邻近的每一块岩石和山麦都会额外的加两点生命值 OK我们在这可以加上 你看看到了吗 我们的生命值变到252了加两点生命值啊 很好那边有多山 这里有片森林 世界幻人一新 我背包里的树枝和石头可以证明 OK 你的一些行动将带来之后需要的这个资源 而非现在就需要 但是你还是现在就看一下它们的属性为好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背包啊 来看一下啊 有一个坚硬的石块可以用于建造 然后再有坚固的木材也可以用于建造 OK 那我们继续啊 好继续往前走 我想是时候歇歇了 此游戏本身就是一个环形的循环旅程啊 勇者何时返回营地只有你说了算 当然敌人的尖牙力爪偶尔也说了算 基本上可以随时撤退啊 不过会有一个特定的图标提示你什么时候撤退更安全 就是按这个我们就可以撤回到这个营地里啊 长按的话 就是将会在接近营火的时候自动的回到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就选择撤退 撤退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就是赚取到的这个资源都带回到我们的营地里去啊 你看他说这里又冷又暗 点个小火堆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这个建造 然后选择这个营火啊 你看这个营火需要的资源也在这啊 需要一个木材一个石头正好我们都有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建造一下 OK 恭喜你打败了这个烦人的教程 现在可以开始你的首次冒险了或者不开始也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啊 我们继续选择冒险 出去冒险吧 这游戏你看着感觉非常简单啊 但是真的非常上瘾啊 这条路径全都乱套了 但我都记得 这里看起来完全不同 而且又空荡荡的了 我的行动还有任何意义吗 每一次这个地图都是随便随机生成的啊 如果我要通过放弃或者哭泣来拯救世界 那我失败到家了 走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随着我们打败越来越多的敌人 我们就可以捡到更多的这个武器 还有卡牌啊 然后也可以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布置更多的这个场景 跟史莱姆打一下 好的 跟着他 好 看一下我们拿到了一个什么盾牌 我们把它给装备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卡牌啊 吸血鬼别墅 在临近的地块上可以召唤吸血鬼这种战斗 草地啊 每天开始 哦 我们把这个草地给装备上 每天开始的时候 都可以为我们的英雄恢复两点的生命值啊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 哦 这次直接是两个啊 跟两个史莱姆打 好的 打赢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武器也这四到六点 我们现在没有武器啊 把它装备上 然后这边卡牌我们来看一下 岩石 把它给放上来啊 岩石放上来 OK 你看这边有我们的状态啊 伤害是8到12点 最大生命值加2 防御6 攻击速度加4% 每日生命回复量加2啊 这后面随着我们的这个场景越来越多 就是整个游戏就是 就是这个状态都会越来越复杂 待会儿大家继续看就知道了 好 干掉它 看一下草地 我们继续往上铺啊 在这铺一个 在这也铺一个 OK 好的 这样我们每天就加6点的这个生命值啊 哦 获得了一个衣服 我们来看一下 最大生命值加87啊 我们把它给装备上 这样我们就有340的血了 好 继续往前 哦 获得了好几个 看一下啊 戒指可以增加2点法术伤害 这个斧头 斧头跟剑的伤害值差一样啊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换 就不换了啊 继续走吧 哦 哦 一下子给我们这么多卡牌 我们把这草地都给装上 这个蜘蛛碱的话 每天一次就是在临近的地块上生成一只蜘蛛啊 这个蜘蛛碱其实挺难的 我们把这个蜘蛛碱放这儿吧 不要把这个蜘蛛碱放的特别近啊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不太好这个连续就是打败很多怪物啊 这个后面你们就会发现啊 就是这个蜘蛛其实还挺难缠的 这个我们把它给放上来啊 这个我们把它给放上来啊 又加了这个五点的生命值 好 有新的一天 你看 这边就产生了一只蜘蛛 对不对 打败这个狼 这个不同的怪物会给我们不同的道具啊 OK 这个武器就比较强了 看到了吗 这个罗马短剑 伤害是10到16 我们把它给装备上 OK 这边卡牌 路灯啊 可以减少临近地块上敌人的最大数量 路灯的效果可以叠加 我们把它也给放上来啊 可以啊 嗯 把它给放到这儿哈 OK 来吧 给我干掉一点啊 看一下这个武器是什么 4到6 当然有吸血 好的 戒指反击加10% 我们把戒指给换掉啊 然后我看一下卡牌 草地 我们可以继续往上装哈 然后这里有墓园 每三天生成一个铺篓 把它放在这儿吧 好吧 蜘蛛剪 这个我们先不放了啊 把这个吸血鬼别墅 我们可以给它放上去 啊 吸血鬼别墅 我们放在这儿吧 好吧 OK 继续 这些卡牌你也可以先不放啊 但是放上去的话就是因为新的怪物可以带来新的这个道具和卡牌嘛 所以其实你也不能一直不放啊 就有一个盾牌 我们来看一下防御4 那好像一样的啊 好像还不如我们这个呢 因为它还有这个防御跟攻击速度的加成 好继续往前走 灯塔 这是什么 炎石我们把它放上去 给我们加取啊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卡包啊 已经收集了一个这个 就有13个这个道具了 好 初期的战斗还是比较简单的 哦哦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道具啊 血量上升344把这给替换掉 然后盾牌上升15的防御 我们也给它替换掉 好吧 啊 这个好像就基本上不用换了 那我们继续 灯塔 哇 这好强啊 我们把这个灯塔来给放上啊 这个灯塔可以给你范围内的单位加40%的移动速度 然后给所有的单位加20%的攻击速度啊 啊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来 好吧 OK 就可以影响到这些覆盖到的范围内的这个动作 OK 这个攻击速度加8% 我们把这个给放上啊 攻击速度好像比较重要一点 好 这个蜘蛛真的很烦啊 就是因为它蜘蛛最多可以叠加三个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多 好 伤害8刀12都没有我们这个罗马短剑抢啊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不让它 把这个岩石继续往前走啊 好 你们看这个墓园这里生成了一个骷髅啊 我们待会就要跟这个骷髅打了 战场啊 开始新的循环是产生一个宝箱 临近的地块上敌人有概率变成鬼 好吧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放上去 放在这儿吧 好吧 这个武器可以给它换上啊 这个武器的攻击力明显要更高 好吧 哇 好强啊 这个武器 这里有个山脉 我们把它来放上啊 临近的每一块岩石和山脉会额外加5点生命值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好吧 OK 就600多生命值了 小树林 草地 我们继续往这儿放 然后墓园 墓园我们看一下可以放哪儿 墓园我们先不放墓园 然后继续走吧 这些墓园啊 吸血鬼什么的 放太多 后面就很难打啊 这里好像出来宝箱了 OK 我们要懂得适时的收手啊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不及时的走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是死在这儿啊 然后就会把这个素材 收胶素材给丢失掉 所以大家也要见好就收啊 就如果觉得你觉得你下一个循环 打不过剧了 那我们就及时的走就好了 放在这儿 好的 哎哟 给了好多怪物 有些道具感觉都很弱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卡牌 把岩石给放上来啊 好吧 然后山脉 放在这儿 然后草地我们继续放 灯塔灯塔我们来放一下啊 往这儿放一下 小树林 继续节目园 小树林 在这儿可以放个小树林哈 OK 我们继续走 哎 这里好像啊 这个铠甲不太行 那我们继续走啊 小树林怎么这么多小树林啊 你看他经过一些场景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些新的素材啊 所以这个场景你不要不放啊 要不然你就拿不到素材 那你这走这几条就没什么意义啊 OK 这个可以放上啊 我们把这个纸环给换一下 这蜘蛛有点讨厌 哦 这个可以升级啊 12到18 OK 哦 有宝箱 对吧 宝箱怪这是个 好 把它给干掉啊 OK 哦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武器啊 13到19 对所有单位造成伤害是5 反击加8 那我们这个必须得换上啊 还有这个戒指 防御加2 攻击速度加8 闪避加8 我没办法替换上 OK 这达生命值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我们继续让他走啊 继续让他走 又要跟骷髅打啊 骷髅感觉还蛮强的 好 刚叫骷髅 所以盾牌好像不太行 我们就需要先走 哦 出现吸血鬼了 后退 人类 吸血鬼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要是你地盘上农民需要帮助 我倒是乐意失与援手 哪还有领地 哪还有人 有的只是千百年的虚无 还有千百年的饥饿 这吸血鬼是不是要进攻我们了 快点逃吧 我可不知道我的理智还能保持多久 啊 我还是干掉你吧 对吧 我太虚弱了 但你们帮我一把的话 我就能让破碎的世界走上正轨 怎么可能呢 我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更是为了所有人 让我把你的血吸干 你看 暴露了 好 我们把它给干掉 哎 看一下道具 好像没什么用 来吧 好 干掉了吸血鬼啊 吸血鬼大多是我们土地的领主 他们曾经维持和平 帮助我们走向繁荣 但这些都没用了啊 现在的他们只是从前的自己 投下的苍白无力的影子 肉体和灵魂都是如此 显然其他生物的血 已经无法满足他们 他所说的饥饿 并非虚言啊 连他旁边的生物都受到影响 恨不得将人生吞活泼 OK 那么可以继续往前走 我们来看一下道具啊 最大生命值 229 那我们还是先不换啊 继续走 这怎么又有一个吸血鬼啊 这地方产出的吸血鬼有点多啊 哎呦 我们把这个给换一下 山脉 延迟放上 路灯我们来放一下 路灯 在这儿放一个 OK 哎呦 这里有两个狼啊 炸鸟他们 得到了一个五级的这个 戒指啊 反击加9% 吸血鬼数8% 闪避8% 这个替换鸟 继续 闪避值高的话 你就可以 就是闪避成功率高很多啊 其实还挺有用的 OK 到了这个灯塔这儿 你就可以走的速度快点 哎呦 感觉这一回合 好像怪物们强了很多啊 哎呦 这个六级的盾牌 我们把它给装备上 好 OK 来吧 上去打吧 四级的这个剑 哎 这个也可以给它替换掉 六级的盾牌 我靠 这给它替换掉哈 OK 上吧 龙哲 这我们把山脉给放上啊 好 放上 灯塔 你给放下 好 哎呦 我们这卡牌好像又满了 满了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惩罚 啊 岩石 我们把它给放在这儿 好地 我们待会儿来放一下 宝库 哦 在相邻的地块上 放置任何东西后 提供随机资源啊 嗯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啊 这可以放更多的 这个相邻的资源 好吧 OK 我们可以在这儿放草地啊 就是不管你放什么在这儿 然后这个地方都会给我们随机产生宝物啊 哦 哎呦 看一下这个武器啊 16到24 这也替换上啊 3级 2级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 好吧 都给他去放上东西 战场 这个战场好像只能往这儿放 在这儿放上一个啊 吸血鬼别墅 墓园 我们放 放这儿好了 OK 继续吧 哦 又来了新的 这些哥布林是哪里来的 我不记得你们 我们自己记得自己 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 怎么可能给你呢 对不对 必须把他给弹掉啊 不打劫的哥布林不是好哥布林 哈哈 来吧 弹掉他 哦 这哥布林好像挺强的 哦 而且这个哥布林 还有这个技能啊 友方死后被激怒 伤害还会加30% 还有一个愤怒的技能 靠 真牛逼啊 越往后这个出现的生物 就会越难打 这些生物都自己冒出来了 有点奇怪 也许一切没有那么糟糕 世界正努力自我修复呢 也可能有些杂碎 连末世浩劫都消灭不了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遗忘皆空啊 就是它是一个法术 可以销毁任何已经摆好的地块 然后还可以消灭路径上的敌人 这个我们就先不用啊 待会儿如果有些我们打不过的 我们就可以放上来哈 这骷髅应该我没问题啊 哎呦 感觉这个骷髅好像也升级了 哦 有新的道具了 5级 哦 加366 幻想 好的 我们现在总血量有800多了 还是非常不错的 伤害比较低 只有30左右 但我感觉我们应该走了 我们 我们回吧 撤退吧 现在撤退的话 什么都不用损失 我简直不敢相信 嘿 大伙儿 这孩子成功回来了 还有幸存者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你们从哪里来 还有没被黑暗吞噬的地方吗 这家同伴啊 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不记得了 你看到的这些只是幸存者中的一部分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你们不确定 我们不确定 我们看到了被遗弃的行李和一些食物残渣 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每天都有人存在着新的迹象 但是据大家所知 这些人从未与我们相处过 嗯 他们好像已经忘了啊 但是我们马上就忘了 他们曾经存在过 OK 这人的记性不太好啊 我叫约塔 这是我记得的 没有人记得更多了 所以我关于自己知之甚少 全忘记了 就所有人都忘记了 可等等 你说我成功返回 这说明你记得我曾经在这里 是的 正因为如此 这对于我们很重要啊 我们看到你离开 但是我们还没走上前去 你就不见了 听着啊 怎么不能继续在这片虚空中流浪了 这里有座篝火和几个睡袋 在当下的黑暗中 黑暗日子 这些算是奢侈品了 OK 如果我们能够组队合作 就很开心啊 OK 有没有其他人吗 回忆这个世界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 我太累了 但是如果你肯出手相助 我们会很高兴 OK 只要别让我们跟你走啊 就是他们应该不会跟我们走啊 只是会在这里给我们建设这个营地啊 现在我只想有个去处 能让我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就好 OK 我们在这边建造一下啊 邦尼的话我们不是说说而已 这里是一些浩洁留下来的东西 哦 他给我们一些道具 对不对 你看 哦 给了好多啊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选择建造 看一下啊 这个草药师的小屋 这个我们道具好像不够啊 这个也不够 但是这个够了 这个叫户外厨房的 嗯 解锁它之后呢 勾火的治疗效果加10% 然后解锁这个雪魔树林的卡牌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给它解锁了 好吧 OK 你们知道好厨子跟坏厨子有什么区别吗 好厨子做出来的菜更好吃 哈哈 这厨师很有意思啊 给我几分钟 盐地里的所有人都会顺着乱顿的香气 争先恐后的来我桌前 OK 其他的我们应该暂时是见不了了 你看 这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可以解锁的 图书馆啊 哨塔啊 仓库啊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解锁啊 然后我们解锁这个的话 现在素材就不够了 你看这个缺了一个 这里缺了一个这里缺了四个 然后如果解锁这个的话 药剂治疗的4%的最大生命值 还可以携带三瓶药剂啊 盈地可以蓄满两瓶药剂 还可以解锁沼泽 但我们现在不行 那我们就没办法 那我们只能继续去冒险 然后来解锁更多的卡牌啊 这边你看是我们已经解锁的这些卡牌啊 你看看吧 卡组选择太单 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要哪些卡牌 然后这里我们打的只有第一张啊 职业是勇士 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职业啊 但是我们现在这都还没有解锁 这游戏耐玩一下应该很强啊 看下这轮应该有结果新的卡牌啊 OK把这给装上 这现在就有史莱姆特别多啊 炎石我们给他放上 这个蜘蛛的我们最后再给他放啊 其实这个蜘蛛很凡人 因为每次都是 经常都是三个三个一起出来 这个我们给他放上 吸血树OK 放上 这样你攻击敌人的时候可以吸到血啊 这游戏你别看着它是一个像素画风啊 但是他真的该有的这个东西都非常都做得非常好啊 OK在这放一个 好继续 85下降了 那先不用他 增弹 继续让他打 路灯我们在这安排一下 好吧 就可以走得快点 然后我们每次经过那个营地的时候 都可以给我们回复血量 你看到了吗 每次我们经过营地的时候 他这个血量条都会动一下 草地我们在这放上啊 就可以剪刀道具 哎呦 这一轮剪刀道具还不错 好凉 哦 这个可以换了 这个不用换 岩石我们给它装上 这个宝库就是只要我们在它周围建造地形啊 它就可以给我们增加这个宝物啊 这个蛮爽的 灯塔我们在这也给它放一个哈 放一个吸血鬼别墅在这吧啊 我看一下把吸血鬼别墅放这儿 嗯 秘血鬼别墅在这儿 hump 抑云 我们看一下放呢 好的 哎呦 周围一直可以 有新的这个 哎呦 在这放手 我们现在最大生命值已经加了160了 还挺高的 哎呦 出现细节鬼了 这个吸血鬼很会闪避 我们打了他那么多下 闪了好多 OK 小树林我们可以在这放上 好了 因为这个试完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这个游戏呢 名字叫做循环勇者 Luke Harrell 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魔性的这样一个游戏啊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游戏目前已经在这个Steam上上架了 首周这个有优惠 折后好像只要59块钱啊 然后还支持这个简体中文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好了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约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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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